来猜一猜后疫情时代什么行业最赚钱 新能源 芯片 还是医疗呢都不是 疫情要把大家憋坏了 都想逃了一城市 一不小心啊就执行了一个 14000亿的露营经济啊 成了一个全新的造户神话 专家预测啊 2025年中国露营经济呢 成长至2400多亿 推荐市场规模能超过14400亿 来弹幕一下你露营了吗 或者你的朋友圈有人露营吗 根据我们中国登山协会的数据显示啊 我国目前每年有1.3亿人开展户外运动 约占总人口10.4% 而德国啊 英国 美国 法国啊 等户外运动参与率呢 都在了50%以上 所以市场饱和 还早着呢 因此呢 相当于我们国家啊 目前的户外运动参与率呢 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那专家还说了啊 预计到2030年 我国的户外运动人群呢 总数将扩大到5.6亿 听懂了吗 家人们 有说未来10年 这个行业的赚钱机会 只会增 不会减 懂了吗 那可能你以为啊 户外露营 不就在帐篷里面吃个烧烤 拍个照 但在背后至少需要 五大超级行业来支撑 听好了 家人们 这是一节传销 啊 不是 高端的商业课 首先啊 帐篷以及呢 露营相关的这种基础设备 现在豪华一点的都要上万块 但最赚钱的啊 还在户外服装 像那个始祖鸟啊 人家一个裤衩就卖300块 外套1万多 你买得起吗 穷逼 对不起 我是穷逼 还有啊 就这种便携式的家电啊 锅碗 瓢盆 电池炉啊 这都是基础啊 移动的户外空调啊 冰箱 沐浴间 投影仪 这才是露营的新的标杆 那你整了这一堆电器 在这荒山野里 电哪来呢 一建山林 用爱发电 所以呢 这又需要了户外电源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很陌生的行业啊 因为你只要去户外 无论你干啥对吧 你都需要有电 不然连手机都玩不了 目前呢 已经催生了一系列的上市公司了 这个行业 一上来呢 就是国际市场 赚美刀的家人们为国争光啊 据调查 我国的户外电源出货量呢 占全球的90%以上 什么概念 家人们 也就是说 全世界有10个人买户外电源 9个买的就是我们中国的品牌 注意了 是品牌 不是代工厂 正儿八经的中国原创品牌 那未来30年呢 预计能够达到全球年出货量 3000万台以上 市场规模大概在800亿 家人们 要知道 这还只是在中国市场 几乎没有完全开展的情况下 为了探究一下这个行业的赚钱秘密 我这一次特别找了一个 专门做电源的工厂 我们去调查个究竟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军 我现在在广东东国 贝斯的工厂 那贝斯大家都知道啊 充电宝 充电器电源啊 非常非常牛逼 那今天呢 我们就要来探访一下 贝斯他们工厂的 这个叫做积分球是专门用来测光源的 打开以后可以把我们的储能放在里面 很多光相关的参数都能够测试的到 我们现在测试的是关于移动电源部分的兼容性测试 比如说这个就是冷热冲击测试 我们来测试我们的户外电源在低温环境下 怎么样 这个就是我们的跌落测试 现在是对我们这个户外电源进行一个全套的测试 无短路 过载 过流 这是我们贝斯的一个基因房 针对我们的户外电源 因为它是有一个风扇 风扇的话 它可能会产生风噪 我们为了准确的测出这个风噪的分贝数 我们也会在这个基因房里面做详细的测试 这个基因房 他多少钱来 差不多一个宝马器 100多万 含业目前来说的话 虚标很严重 第一是容量虚标 第二是功率虚标 它标一个600瓦 但是它的峰值功率600瓦 实际功率可能只有300瓦 到目前为止 很多电源都有一个测试是过不了的 就是辐射 每一个电子产品都会存在一个电磁辐射 而电磁辐射的话 是有国标 是有航标 是有起标的 而这个标准的话 很多人可能是达不到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 贝斯能量战户外数字储能电源 这是全球首款采用了 模块化设计和数字电源技术的户外电源 整体的设计很时尚 毕竟大部分的电源是长这个鬼样子的 那你以为它只是一个电源吗 错 它还是一个健身器材 7公斤的重量 单手也拿得动 600瓦 一个半小时就能充满 同时可以满足8台设备 然后它有4种的这种蓄电模式 AC,DC,Type-C,太阳能充电板 随便你选 那无论你是什么接口 都能够满足你的需求 还有一个应急灯 甚至你可以搞一个副业 最酷的是可以手机连接 在手机上能查看信息 调节工作参数 制定一台电压 对电量、温度、参数等进行实时的监测 做到看得见的安全 而且如果有什么问题呢 你可以手机上一对一的 连个被试的观光客服 非常贴心 它里面的电池呢 用的是现在这种特斯拉等 汽车用的凌声铁锂电芯 不会发生燃烧爆炸 包括遇到短路、过冲、挤压 甚至针刺 大家都知道针刺实验 都不会爆炸 就冲安全保证 模块化的设置就是主要 它的利电模块、充电模块、直流模块 保护模块、BMS模块 蓝牙等六大模块 再加上一个独门武器 就是它们有一个专门的主控 MCU对各个模块 进行精确的采集和实时的控制 就是说你每一次开机 它都会寄给自己检查身体 对各个模块进行实时的监控 确保有一点点小问题 有点小苗头 它就开始提前保护 而不是像传统那种模拟电源 必须到了遇到问题了以后 才开始保护 那可就晚了 就算真遇到什么问题 不用担心 它们很牛逼的一个设计 就是把那些拆掉那些故障的部件 然后寄给它们 不用把整机寄回 而且贝斯呢 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大品牌 相信很多人都买过 它们的充电宝 收集线 买过的COG1好吗 它们之前出了一个纸色的充电宝 我非常非常喜欢 就是你们这种观念支持的这个品牌 不得花钱 是的 所以玩车的人都可能在凤凰 凤凰人酒之类的 这个多少钱 这个七万 好 大家好 我是小金 今天这期呢 要跟大家聊聊自行车 那最近呢 因为我要做这个户外的服装 所以呢 就顺便了解了一下 3D自行车 这不了解不当紧啊 这就入坑了 又花了我好几千块 可能很多不懂自行车的人 跟我一样很纳闷 一个自行车 怎么能卖到几千块钱 我也很好奇 然后我买自行车的时候呢 也看了很多攻略 这期不是广告啊 收遍了啊 网上测评啊 小红书啊 我本来想的就是说 买一个国产的什么凤凰啊 什么永久啊 什么老国货 是吧 但我一收啊 基本上都是负面的比较多 都说啊 怎么怎么不好 为的好 肯定就是便宜 五六百块钱 我最后买的这辆捷安特 还属于是入门款 两千多块钱 我的天哪 然后贵的 甚至我听到有七八万 十几万 很难想象 按照我这么多年 拍纪录片的理解 总觉得这个有什么不对劲 所以这期呢 我们要带着这个好奇心 来给大家揭秘一下 自行车行业 到底有什么样的猫腻 这普通的入门的 那边一千五百就夸的 这部分呢 主要贵的哪一部分呢 老板 变数套件 插车 变数套件插车 所有贵 原插都有区别 像国产的 差在哪呢 品牌不同啊 这个问题 怎么说的 我不太好说 是国产的东西 我们自己的 你拿不出手的 拿不出手啊 拿不出手啊 没办法 丢人啊 中国人啊 就是不能这样一片 他就什么意思啊 他便宜行 大家的赞行 你第一的 我再第一的行 你想这个品牌 美丽达啊 现在不是台湾的嘛 他会给你打价格战吗 不打价格战 每天会给你 他也打价格战 是吧 科技业马 他们都一提 他们的目标是 存在世界多少钱 或者两个同时 攻城战友市场多少 因为我们如果是 山东就山东那个青岛 是吧 有海耳 有海性是吧 那这两个企业 觉得掐的要命的 你掐我我掐你掐吧 恨不得把一个掐死 是吧 但是在台湾这两个品牌 美丽达姜特 它俩合受到非常好 工程科研 工程叫做 美丽达推款 姜特就推款 哦 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工程强大 世界上多少 市场份额 他们个体比我们高 我感觉 可以做一点 我们就是一个企业本身 你把这个卷 对对对 你要同一个地方 有两个企业 他掐死了已经 所以我们的凤凰 有这些企业啊 他们我看在网上 500多万钱对吧 对你这样一个价格 你怎么可以 怎么发展 怎么样的有那个 是不是 他现在就是点天 私人的承包了 以前不是国家的吗 现在的账量太烂了 所以他们的那个3D车咋样 他们3D车咋样 那我们都看不上 是的 所以网车的人 都看不上凤凰 凤凰凳酒之类的 本来预算不就是四五百吗 对啊 还是便宜的 就是你们这种观念 支持的这个品牌 不能发展 是的 那你们便宜点 是不是 是的 我便宜点 我四五百 我大不了 我换一个 是吧 就是我们的消费理念 一定要改变 目前我的体验啊 就是说 贵的这些贵在哪呢 第一就是说它轻 因为便宜的车都是铁价 铁很重嘛 像我买这个就是铝合金的了 还轻一点 像再贵一点 几万块的就是碳纤维了 所以待会呢 我们去体验一辆 价值八万块钱的 全碳纤维的车 看他们的有牛逼在哪 好吧 来 它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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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太好 不太好拿 这个腰弯的比较狠 这漆一天感觉得颈椎病 哇 这个漆太轻松了 哇 这个座椅好硬啊 嘎屁股 哇 这个嘎蛋 跟你自己的生机车一起还不明 都难受 这个还是得专门的骑行货 嗯 还得带头盔 对 下坡你像专业运动员 他们都有可能能骑到七八十 哇 一个国内代工的碳纤维车架 在国外大牌喷个漆加个标之后呢 售价就能力涨十倍 一万二一副的轮主啊 被奔到成本时呢 只能够三间七口 种种线下可见这个行业的暴力 我猜这也是我们联系了十来个工厂 都不让我们拍照的原因 不过 虽然说拍不到工厂 但是呢 在经过我们多方联络之后 还得非常幸运地采访到一位 某自行车大厂的工程师 日本喜马诺 也就是我们常说 Semano这品牌 它占据了市场75%到80%的份额 从最低端的入门级产品 到最顶端的竞赛级产品 它都有 也就是说 Semano现在无论如何 它都是我们整个行业 不可忽视的一个巨头 几乎所有自行车行业 包括自行车整车车架 避震器 还有车把等一些附件厂商 他们都需要 严格遵守Semano的规格 去进行研发跟制作 因为你不遵守它这个规格 你就没法用它的变速器 没办法用Semano的变速器 这意味着什么 你的车你的产品 可能会没有销量 Semano它的非常高端产品 它是放在日本本土制作的 主要原因是 那些产品驿炸非常高 一套变速器的价格 2-3万人民币 但是它的物料成本 或许只需要2000人民币 它把高端的制造业 留在了日本本土 也为日本本身的产业供应链 等等等等 提供了一个非常高端的环境 也能提供很好的一个就业岗位 一切的一切都是产业太过低端决定的 你很难跟他们抗衡 如果真要吸收起来 这种特别多能说的东西 变速器 这个自行车最重要的配件之一 成本可以占到整车的30%到40% 成立于1921年的喜马路 经过百年的发展 如今是自行车变速器行业的绝对寡头 可以说行业里面其他所有的企业 加起来都还摸不到它的屁股 但最让整个行业绝望的 其实不是喜马路的市场风格 举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 即使强如淘宝京东 也会被拼头多这样的黑马颠覆 但自行车变速器这个行业 几乎不可能有这样的利息 这源于喜马路的那种 丧心病狂的专利投入 举个例子 传统的变速器使用逻辑是 左手变速器直拨或者手变 控制我们的前拨变速器 前拨链器 右手控制后拨链器 这是正常的使用逻辑 市场上所有人都使用 使用这种变速习惯 喜马路他写了个专利 好像还是SRAM写了个专利 你的左手变的电子变速 不能给你的前拨变速器 发送一个变速信号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了一头雾水 但不要紧 咱们只需要知道 这很霸道就行了 霸道的不讲道理 把露拳堵死了 那这么不讲道理的专利 为什么还能通过呢 好问题 我们来贴出聊天记录 大家自行体会 自行车的另一组件 车架 其实和变速器有着相同的经历 拿探险威来说 虽然我们从435开始 就重视这种碳纤维的技术功课 但截止到2021年 我国的碳纤维对外依存 依然还是高达63.1% 工艺技术上 和日本美国还是差了很多 全球六大的碳纤维巨头 日本占了三家 美国占了两家 像目前日本东力公司 已经可以量产T1100 甚至更高往上的这种碳纤维 而我们国家 现在还只能够量产T700 T800级别的碳纤维 差了都有两三代 但大家也看到了 即使像崔克这样的大品牌 他们的用料也不定就很顶级 他们往往是拿到我们国内 那种成熟的工艺 出厂价2000价的车价 然后喷个漆 转手了卖个两三万 甚至我听到一个 一人内的我们那个粉丝说 工厂都直接落后 环品5S都不达标 可咱有啥办法呢 只能够感叹品牌的力量 人家一年花大几个亿 来赞助这种赛事培养车队 要的呢就是在消费者这一层 狠狠地收割一把 而我们的国产品牌呢 目前看来还是很难 在这一欧洲人的运动上 做出高附加值的产品 那无论是科研的技术 品牌的运作 包括资源的投入 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我们这次聊也到 像中国的自行车运动员 大多地出自这种山区 因为那边经济 教育水平都相当比较差 最后的孩子呢 都希望通过这种体育这条路 改变人生 很苦逼 但是因为国家的资源很有限 训练条件呢也其中相当艰苦 据说啊有的自行车 都用了十几年 刹车可能都刹不住了 还在骑 甚至呢很多时候 还比不上我们 消费者的一些日常通勤车 那有机会呢 我们希望能够去当地拍一下 看你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情况 那有对自行车的一些 比较了解的朋友呢 也可以在评论区 跟我们聊一聊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 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大家喜欢啊 给我们一个点赞 给一个三连 感谢